人常常需要做很多的表情 但是常常眯眼睛 嘟嘴 做怪表情 你的脸可能会跟着变形哦 像是习惯性的眉头伸索 或是近视不戴眼镜 久而久之紧绷的肌肉 会影响到真皮层 加深皱眉纹 甚至产生鱼尾纹 另外包括了严肃抿嘴 还有流鼻水不擦 狂吸鼻子都可能会过度地 使用你的肌肉 翻脸比翻书还要快 小心了自拍表情包 可能会影响长相 就是像这样 好像有在抬头闻了 就放松一下 不想耍忧郁 习惯性眉头伸索 皮肤可是会抗议的 更可怕的是回不去了 皮肤属于表面结构的 这些胶原蛋白 它只有催裂掉 或者它已经造成不可回腻 当眉头皱起来 肌肉紧绷 一路从真皮影响到表皮 纹路显现 放松之后 通常会恢复平坦 但是如果一直处于紧绷状态 不妙 真皮层中的胶原蛋白断裂 纹路永远跟着你 即使打漏毒感激素 让肌肉松弛了以后 可是你在表面上 已经产生损毁 看起来都是说 跟一些视力上 是很有相关的 重眉肌也轮杂肌过度使用 可能让鱼尾纹 眼带变明显 危险动作还有这个 有时候会懒得醒 吸鼻子影响到提鼻一击 可能让鼻头变大 还有用力抿嘴 口角压下肌 恐怕让脸颊下垂 法令纹 提早浮现 悲剧了 不想要提早变脸 别放纵 坏习惯 记者现在许起中 台北采访不到 以后